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500万人投票了 那川普他是在这个宾州 北卡以及乔治亚这三个摇摆州比较领先的 那贺锦丽呢是去到了这个密西根州来造势 那川普还喊说媒体挡子弹 他说后悔2020年没有死守白宫 他在宾州造势的时候 还继续在卖他的这个阴谋论 他说2020年不应该离开白宫的 抱怨周围都是防弹剥离 然后扩大暴力言论 还说不介意让作假新闻的媒体来挡子弹 那因此呢现在这个贺锦丽也好 川普要进行最后的催票冲刺 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统计 贺锦丽在密西根州 他造势的时候告诉记者 他说其实呢 才刚填好这个邮寄选票 选票正在寄往加州的路上 而且还公布了一段影片 呼吁大家大选一定要去投票啊 路透社讲说现在选情非常的紧绷 60岁的这个贺锦丽获得了女性选民的主要支持 那78岁的川普呢 则是男性为主的拉丁裔选民支持路比较高 那但是呢另外的一个民调显示 这个ABC News 他们讲说贺锦丽在全国的民调来讲的话 他现在目前大概只赢川普一个百分点 一个是47.9一个是46.9 所以差距非常非常接近 摇摆州川普是在宾州 内华达州北卡州 乔治亚州 还有亚利桑那州取得领先 大概最大的幅度是两个百分点 那贺锦丽是在威斯康辛州 跟密西根州占优势 大概幅度是一个百分点上下 纽石的封关民调则是讲 贺锦丽在北卡乔治亚超车 那这个川普是在宾州 有点追上来的态势 因为他原本是落后了四个百分点 但现在已经达成了平手 选战激烈的程度 他说堪称十年来的首件 但是你看杀成这个样子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选后的美国会是怎么样子 有钱人先走了 看到了这个报道说破纪录 这个CNBC报道 移民律师表示 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越来越多美国富人计划 离开美国 许多人担心 不论谁胜选都会出现 政治跟社会的动荡 那股神巴菲特也是啊 股神巴菲特的动作 他就是在第三季的时候 卖出了苹果股票 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对于 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景是看淡的呢 所以他必须要先这个获利了结 做一些清仓的操作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市场 可能巴菲特的动作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会就是用谨慎 然后先卖出的方式来看待 那秀安利的总理奥班也讲 他说如果川普赢得了大选的话 欧洲恐怕需要重新考虑援武一事 因为欧洲将无法独自承受 这场战争带来的负担 也就是说美国应该不会再继续援助乌克兰 欧洲自己是不是有想过 这场战争还要继续援助下去吗 还是应该赶快画下句点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现在泽伦斯基是不是也快崩盘了呢 因为剩下两天 川普有可能非常高的几率会当选 那对于泽伦斯基来说 真的是这个恐怕很头痛的一件事情 而且俄罗斯现在这个在红军城外头 也占领了乌东城镇 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以南的 十公里处一个村庄 那波克罗夫斯克就是我们讲的红军城 他就是乌克兰的红勤枢纽 那他现在目前呢 就是透过公路将顿巴斯几个据点连接起来 现在也是俄军在战场上的主要目标 那俄罗斯也向这个乌克兰发射了 近百架的无人机 是不是也是在这个美选之前展开一波 这个最后的这个大规模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那发射了96架无人机 加上一枚制空的 制导空对地的导弹 泽伦斯基提到 过去一个星期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大概900枚的炸弹 还有500架的无人机跟30枚的导弹 加大力度 甚至北韩也是选在这个选前倒数时刻 不是已经参与了这场战争吗 所以泽伦斯基要求西方国家 要同意先发制人 应该要同意我们去攻打俄罗斯境内 他也着急 他也希望在没选定案之前 是不是赶快能够 像之前一样 赶快再像是库斯克这样子 能够有一些占领的动作 还拿一些筹码 再来做一些谈判 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选举 美国11月5号 我们这边是11月6号 可能当天开不出来 要13天 没有那么久了 吓死人了 我看到有的报导讲说 这个是最严重的情况 就是两个人都在拉去中 目前传出来 就是提前投票的将近7500万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大概已经占了 选民大概45% 就是你要算投票率 美国的合格选民是2亿4千万 你可以换算一下 所以很可能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实体投票 投票所会先开票 很多州是川普领先 然后通讯投票第二轮开始开 然后川普一个一个被逆转 那你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 就又暴动了 这可能性太高了 尤其两个人的拉锯 如果是在 如果两个人的拉锯是在15票之内 那个氛围会相当可怕 尤其目前已经陆续发生一些事件 说通讯投票什么 因为他投票的方式有各式各样 我就看到一个在非洲做通讯投票 然后按川普那个件都没有反应 那个可能是暂时的 可是就有人就给你泼上网 说我川普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那就不小心试试看 贺锦丽就投出去了 就这样 他就是在秀这个事件 所以像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 一定也变成网路的欺负人吧 那还有比如说通讯投票 人家在整理票轨 结果有人就丢一把火把它烧了 所以乱七八糟的事件一大堆 所以坦白讲我认为 投票的选务 可能会有蛮多争议的 而且川普大概在半年前 就开始号召川粉 要去选务应征行政人员 这个 这个偏民主党的新闻 也报道这件事 那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就是 杀得很激烈 他认为你会做票 所以我要派我的人进去守 是这个意思 就不信任到这个程度 因为川粉大概 川粉大概大部分都不相信 上次没有做票 那共和党有三分之一 认为川普是被做掉了 我说上次了 所以你就想一想那种氛围 那我刚刚看到NBC的预测 NBC是公认的左翼媒体 他说贺锦丽已经赢了 他刚登出来 说贺锦丽已经赢了 说他用万人的民调 然后那七个摇摆之后 贺锦丽已经赢了四个州 然后就直接宣布 说贺锦丽赢了 这简直是 选举结束 这个我们台湾不能这样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开票 他们竟然到现在都还可以公布民调 刚刚看起来都觉得很痛 他直接宣布贺锦丽赢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种心情上的逆转 所以我觉得 这我有一些朋友也跟我讲说 那个极左翼 对川普的feel 是认为他会变成希特勒 所以是选后的恐惧才开始 那川普这边是认为 贺锦丽就是激进派 可是就是现状 因为现状就是民主党执政 所以他是认为川普如果当选 左翼的反应会比较激烈 好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最近他两个候选人都在互相 抹黑对方 抹的手法都别出心裁 贺锦丽在华府的 下面有六万多人的 最大的一次造势场合 前几天他说 他说我告诉你们 川普上任以后 他到他办公室第一天会做 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第一件事他就拿出纸笔出来 写出他的仇人名单 一次就说你们小心 让他当选 他就要开始上任就要干嘛 要秋后算账 就立刻算上 然后呢 现在这个川普对于贺锦丽 他一开始从头就看不起他 他觉得他是一个 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 他是他原来说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总统 现在他又加一句 拜登是最烂的总统 贺锦丽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副总统 然后最近他干脆讲说 用英文很粗的话 他说贺锦丽是个什么东西 他讲了好几遍 意思说他有什么资格做总统 根本完全不够格 讲了好几次 这个是非常轻蔑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们已经把对面 相互都已经完全什么 人格谋杀 然后定型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他这个对美国社会的撕裂更大 那一上来如果说 那个川普上来的话 那民主长说 怎么选一个希特勒出来 他会毁掉美国的民主 对不对 然后如果选出卡玛拉出来的话 那那个共和党就说 他根本不够格 他有什么资格做美国的总统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这个东西 选完以后的问题我也很大 而且你不要以为 美国这个国家这么上轨道 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这些 我们一般国人去都是去好地方 哇看到 你看到是第一世界的美国 美国还有第二世界 也就是一般中等的 美国还有第三世界 拜托第三世界也有投票所 美国那些什么那些平民区 他也有投票所 他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民主党 他这个区全部都是民主党 你想想看 他们来 他们那个选务所 选务工作 你相信他吗 所以美国人不相信 美国的选务 是真正他们了解美国这个社会 他们觉得可以下手去作弊 你以为美国像我们台湾 像台湾亚洲 不是啊 我去过美国很基层的地方 你会觉得 哇老天啊 这还叫美国吗 对不对 里面人讲的英文你也听不懂 你讲英文他也听不懂 然后呢 那个工作完全没有效率 那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不要说 现在说谁会选出来 我真的怕这个 这个选举 又要重演四年前的 那个混乱的局面 那这一次如果混乱起来的话 那是更严重 恐怕整个世界都要跟着乱一阵子了 赖老师 我们很难想象 美国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 我们简单的一句话来说 就发展成为一个民主黑社会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 民主黑社会 你看 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有点 也是民主黑社会 也就是说当选了以后 就开始整他的对手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应用这个权力把对手干掉 那现在大家都担心 说如果贺锦丽上来的话 马斯克说那我惨了 我可能人生也不保了 我可能会被整理 我会被整肃 然后这个贺锦丽说 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他的黑名单一堆 然后你美国人 你们哪些人要被整了 各位 这个像不像民主黑社会 好可怕 然后现在大家更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说整个社会撕裂 动荡不安 也就是说如果开出来的 不符合民主党的预期 那搞不好会有暴动 不符合共和党的预期 搞不好会有暴动 然后如果说当天票开不完 一直往后开 而他的选情紧绷 一下子翻过来 一下子翻过去 然后整个社会 动荡不安的过程中 那么整个社会 可能慢慢的 就有很多人拿出枪来 在街上行走了 各位这会想一想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景况 这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在小社区里面 有一队的人马拿了枪 他是那个备章一挂上 是共和党的 另外一派的人 拿了枪备章挂起来 是民主党的 然后彼此之间 开始在那边叫嚣对骂 然后就看了选情 哪一天变化 而一下子 这个川普领先了 然后另外一派 就在那边 要那个 那个获胜获胜 另外一派就对抗名枪 然后呢 等下又说 特警力赢了 然后另外一派就获胜获胜 然后另外一派 就在那边对抗名枪 然后变内战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大家紧张到不行 富有的人 里面在民调中 有百分之五十六人说 我要选后我要移民了 这是百万富翁 也就是他的财产 超过百万的人 百分之五十六人说 我要走了 我想走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 那现在葡萄牙说 对不起 投资移民的门槛要升高了 因为我已经受不了 你美国人 那么多人来 要去葡萄牙 要去西班牙 要去希腊 要去马尔他 很多有钱人 美国有钱人 开始想往欧洲人走 他不会逃去加拿大 对 所以你能想象 美国的一个民主制度 玩到最后变成这样 不对的 而且玩到今天 大家焦虑到不行 就是因为 五五坡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预测 说谁能赢 对 焦灼到这种程度 真的太可怕了 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黑社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欢迎